自由党领袖麦坚迪今天首先前往多伦多西乃山医院宣传 访问中他承诺 如果获得连任 将对多市市中心的西乃山医院进行大规模扩建 包括重新装修急诊室和新建有19个手术室的外科病区 麦坚迪说 医院扩建后将缩短病人的轮厚时间 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更多选择的医院 选民愿意邀请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斯参加家庭烧烤 对此进步保守党胡达克今天表示 他也很擅长烧烤 愿意与霍沃斯和麦坚迪一笔高下 这项民调询问了8000多位省民 其中有37%选择邀请霍沃斯参加烧烤会 32%选择胡达克 31%选择麦坚迪 新民主党方面 领袖霍沃斯今天否认 如果省选出现少数政府 他会支持自由党的说法 近期民调显示新民主党的支持率 紧跟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之后 排在第三位 使省选出现少数政府的可能性增加 但霍沃斯说 会等待选民做出决定 不会预先推测结果